不過講到這個金氏的語錄 今年有三大的一個驚奇 我想大家也覺得很訝異 因為原本黃金已經漲很多 大家覺得不可能再漲 還是在漲 然後再來還有第二個是什麼 等一下問一下永明哥 然後大家再講台積電 也是覺得很訝異 最近不是說跟著回答嗎 最近又漲不動 今年的三大意料之外 會不會繼續讓我們感到意外 第一個我們講黃金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說 槍聲音響黃金萬糧 對 照理來講 今年槍聲好幾響 好幾響 但是都沒有看起來很大條 而且蔓延很久的事情 不像那一年的俄乌戰爭 可是黃金到底在長什麼 在長什麼 對 而且他最近還在創新高 對不對 2570 第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說所謂的意料之外 就是跟大家想像中的不同 但是卻是在情理之內 我們看到有一個人 這個大麥空的原型人物 就是Paul de Coriens 他是華爾街裡面相當重要 因為自從大麥空這本書 或這個電影出來了之後 然後就讓他聲明大之后 當然也就是變成一個 很重要在華爾街的一個 好像很指標性的人物 指標性的人物 就是他的這個洞見觀瞻 但他最近在7月29號 接受CNBC的訪問的時候 他有提到 美國債務節節攀高 他沒有說美國的經濟不好 但是他說美國債務節節 看好這個升高的情況之下 他覺得黃金會比美債更好 所以如果投資的角度來講 未來一年 兩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不是講穿了 就是任何時間 只有四年的不能投 不是講穿了 就是我所有的anytime 任何的一個時間點裡面 黃金的報酬率要勝過於美國公倉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這個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 就是黃金到底會不會跑得比美再快 你說奇怪不奇怪 那我們最近來看一下 今年一整年的一個走勢 黃金到目前為止是漲了23.51 如果這個是期貨 它最高點是2570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所謂的美債 這個不是殖利率 我們把它變成價格 我們把它變成價格 價格的話今年是跌4.4% 當然我覺得前面有很多的債券粉 這個鐵粉 他會認為說 那就是因為我們美元還沒有所謂 美國還沒有降息 正式降息 對 你如果真的降息的話 不是就這樣 可是問題是 各位 你把一整年調出來 黃金也沒有很特殊的事件 可是它也慢慢的在墊高 所以你現在與其就是說 會不會它降息的時候 美債的表現就會馬上勝過於黃金 我還不敢打包票 我覺得難度也很高 對 這個是表面上看到的原因 實際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美國貴金屬的交易所 他把明年的黃金上看到 這個一樣只3000美金 他持的理論是這樣 他說一直到今年度的5月份為止 黃金的開採量是21.2萬公噸 但是官方儲備 所以官方就是各國的央行 合起來總共儲存了3.6萬噸 大概儲備率是17% 那17%到底比較高還低 其實我認為非常低 就是你一個國家在發行鈔票的時候 你應該至少要有一些黃金準備 不然你鈔票會變幣子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只是用17%的黃金 來去支撐你的貨幣 那相對來講是不是不夠 那更不要說你低於17%很多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看 俄乌戰爭的時候 美國凍結了 第二個理由是 美國凍結了俄羅斯的美元資產 所以現在的中國 印度跟土耳其 是三大屯黃金最重要的國家 他們就開始覺得說 剩下的 唇王此函 就是今天如果你美國 可以凍結俄羅斯 明天我中國如果怎麼樣的話 你會不會凍結我的美元 土耳其 難怪剛才朱老師講 159個國家要站在俄羅斯那邊 因為他們都怕被凍結 對 因為你現在暫時之間 還沒有辦法翻盤 但是你會不會要 又未雨綢磨這件事情 所以你是不是要開始 儲備了一些黃金 以預防未來美金 如果被凍結的時候 那當然黃金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交易資產 而不是比特幣 那中國在去年度 2023年的時候 就少獲了214頓黃金 那台灣現在是全世界排名 大概第12的黃金儲備國 它大概有1488 這個應該算是盎司 但如果我們換算出來的話 就等於是台灣儲備量 445頓的48% 你知道我唸了那麼多數字 的意思是什麼 中國去年一整年少獲的黃金 是台灣總共儲量的48% 他應該要比我們還多吧 這個是我自己講的 應該是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他儲量 要比我們多才合理 他儲量一定是比我們多 但是這是他去年光一年掃貨的 對 我覺得他掃更多 可是他前年掃更多 他大前年也掃 他一直都在掃 所以你就說他這個量 一定是比我們高很多 好 他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伊朗 伊朗的貨幣里亞爾 在這個三年之內跌了六成 扁了六成 所以民間反而變成是說 大家不相信自己的貨幣 變成掃黃金 然後掃黃金 既然是台灣5% 天啊 這三年裡面 所以大家其實都在吃黃金 好 這個叫可小可大的可小 也就是說黃金到了明年三千 但要萬一不只三千 所以現在有一本書 叫做所謂的Currency World 就是所謂的貨幣戰爭 他的這個作者叫James Ricard 他就提了一個理論 黃金的理論價 應該是27533 27533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是 語不驚人 死不休跟花旗很像 但是其實剛好借在3000跟27 你少一個0 我還在那邊想說27533 你少了一個0 27533 你這樣一講很誇張 是現在的 你知道2570 10倍 10倍 差不多快10倍 8倍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在講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有合理性 也就是說美國的M1 如果以去年度一整年 M1的貨幣供給量是17.9兆 17.9兆裡面 如果我們要回到1914年到1946年 當時的黃金儲備量是40%的話 你至少要有7.2兆的一個黃金 7.2兆美金的黃金 換算成2.615的這個比例的話 你應該換算出來27533 那如果說是我們用17% 我們剛剛說央行現在的儲備率 我們至少也要1萬1千7 那現在才2千5 然後至少也要1萬1千7 所以會不會支持著黃金 在未來的時候 其實就算他沒有到1萬 但是他其實他想像空間非常大 真的 這個很容易 我有被說服到 對 那另外除了這個意料之外的話 還有兩個意料之外 第一個意料之外 這個我們之前有 第二個意料之外講過就是 我覺得電視機前面很多 我們不要講小白 就是說很多的新手投資人 覺得買股票永遠不會跌 在今年 所以ETF我只要一有回我就買 台積電一有回我就買 但是沒想到16天跌了19% 很快的時間 這是第二件讓大家意料之外的事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比照2021年5月 這又是另外一個意料之外的事 就是我覺得看完節目底下的留言區 他們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可以拿線圖來做比較 這長知識了 這個很重要 對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個邏輯 就是雖然每一次下跌的理由都不同 但是因為人心都一樣 貪稱吃都一樣 所以他表現出來的 籌碼的移動路徑是一樣 會相似 對 所以前面的大多頭 是你極度的攤 然後現在的極跌是你極度的啪 對 但是多頭之後的快速回檔 不會一次走空 這個也就是在邏輯上站得通的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走勢的話 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 就可以比較 這個叫情境分析 在股市裡面是可以做到的 未來的高點的話 很可能就是比照上一次的模式 就是10月初 第二隻腳不會在最近跌很深 反而是12月才有可能 就等到大家都覺得不會再跌了 那12月發生什麼事 大概就是川普當選吧 對 好 那接下來 他有警力當選 會跌 不知道套中看 不知道 如果按照目前的情況來講 川普好像感覺有一點點機會 那再來就是台積電 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在跌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一萬九千六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他的想法是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我買台積電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事後你有沒有證明 台積電只彈了20% 當時我們的理論是要買一些 跌升 融資減肥 財報加的一些股票 我不是說台積電不好 在未來的走勢裡面 台積電漲幅是算成 成 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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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些中小型股是算倍 幾成就不到100% 對 倍數就是 一定超過100% 各位你去看 大量在最近創高的時候 已經漲了74% 對 新通其實已經漲了39% 是不是都比台積電至少多兩倍 對 以上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樣的一個結論 就今年有很多意料之外 但是情理之內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深思 要不要用一些舊有的觀念 來去複製未來的一個走勢 還是可以換一下新的思維 剛才聽到友明哥講那個 2萬多的黃金對不對 27533 如果真的是這樣 這個有心動 那怎麼買 ATM 我們先來問一下這個 屯金大戶陳彥 聽說你家的馬桶都是黃金座的 上廁所要很小心 你的黃金都在哪裡買的 基本上還是擺脫不了 傳統就到銀樓 銀樓對不對 我們大家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但是各位我們知道說 中國也好 印度也好 都是屯金大國 那現在的印度其實不是在今年 2022年當時的年底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有所謂 在ATM裡面買黃金 ATM 而且他們是在南部的一個 海德拉巴這個地方 那你只要帶著信用卡 跟簽帳的金融卡 你就可以去買0.5克到100克 不等的 大概有8種組合的一個黃金 那這裡面我看了一個報導 他強調一個重點 不論階級都可以來 這個ATM買黃金 不用去珠寶店 那言下之意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印度有種信制度 是不是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守陀螺 就是這個種信裡面的最低的 他不能去珠寶 進不了店面 有可能 所以ATM是不是就變成 反而是農村在這個地方 買的一個很盛行的地方 但是原則上 如果鈔票都可以拿得出來的話 我覺得黃金有機會 是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也很喜歡 用ATM買黃金的 就是南韓 南韓也很喜歡 但是不是農村人口 是小金族 他們的年紀都是20到30歲 占了整個這些買ATM裡面的 百分之52 而且他們在整個 今年第一季的一個銷售 在一克以下的一個金條 比去年第一季成長了68% 所以現在這些人的理財觀念 以台灣來講 我們都是買ETF 對 特別是韓國來講的話 搞不好他們不是流行ETF 他們是買迷你黃金 是 台灣這邊有沒有 台灣有嗎 有 結果有 如果各位 可能南部的一個同胞們 大家都知道 高雄的孟時代 孟時代 就有黃金的販賣機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還覺得說 在ATM買黃金 買就假 但是買到不是很純的 比如說像印度都可以買到 比如說24K 919 那你又沒認證 我銀樓還有一個人可以聊天 我還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證數 對 但是現在結果他發現 第一個月的業績超過50萬 比他當初設想的15萬要來的 你看那個小錢這樣一直傾 一直傾 可以傾成這樣 那他有總共10種產品 有不同的盎司 所以現在這些公司 也打算開始怎麼樣 去開分店 所以現在全世界開始慢慢 由所謂的ATM或者是販賣機 所以讓很多的純金族 開始變得輕鬆許多